早点视频,山川风水讲堂的时间,迎光幕见到杨忠于师傅 是,大家好 师傅,今天我们这一集,又再继续讲一下一些关于命理的知识 我知道师傅的十二生肖榴莲运程,2023年,已经已推出了 大家如果想知道,下年到底自己的运势大概会是怎样的话 可以在影片资讯栏找到一个连结,就会看到杨忠于师傅的讲解 今集我们又讲一下一些关于命理的知识 上一集,讲了这个叫红艳沙 红艳沙有机会,该位事主,特别是女士 他可能会花枝招展一些,或者大方一些 大家都会想象到是什么 今集这个主角呢,他就调转了 他就不是说影响到别人 他就可能是因为自己太强,或者太强 而令到有其他一些事情发生的 就是讲这个灰肛命 师傅请教一下,灰肛命到底是什么呢? 和有什么影响呢? 好似之前那一集我们也讲了 我们接下来有几集来讲讲八字神杀 挺有趣的,当我兴趣的就听一下 当然整个八字,我们还要求其他那些实臣 有些生黑的事情,要求他正格平衡那些 还要论其他的 不要说一个神杀影响你那个八字 甚至如果你戴那样东西,影响你心情 那就更加无谓 就当是一个参考,兴趣而已 好了,现在讲灰肛命 对的,刚才和Mac之前我们讲红艳沙 红艳沙好像讲于感情的东西 一些去把持不住的 比较容易衍生多些感情的东西 好了,如果相反的东西 就是灰肛命 灰肛命就实牙实耻 一听到这个灰肛 好似之前有个叫吴肛师傅 是 又临游又成的,你知道他 食炭 没错 刚强刚 其实这个灰肛跟我们什么呢 其实我们上面,天上面有个北斗七星 大家知道 其实就等于我们的斗 这个北斗 不是北斗星 就是那支北斗 其实就是灰肛 如果我们这样看法 我们所有的北斗七星 其实就是每个月去转 等于我们所指的方位 就是每个月的月龄 其实就是指点江山 如果你说戴灰肛命的话 就像我们那个斗灰那样 可以指点江山那么厉害 所以通常戴这个名格的人 性格就比较挖强些 即是他说一 他就不想让人说二 所以有时你戴出来真正正的 譬如说人世关系 或者做事的作风来说 他这么飙瀚的话 就是二乘二败 即是如果你的局 或者你的运势是配合的话 那你当然是顺风顺水 即是你握的主意是正确的 而且又不摇摆的 就一直好到尾 但是问题是 你那时运势错了 可能你决定那些是错的 但问题是你仍是握住它的话 又不肯 又不懂转弯的话 失败的机会又大 所以灰光命的 你可以说二乘二败 还要看你整个性格 即是整个运程去配合 我们在那个名书 有个叫三明通会 都有这样说的 任臣更衰与更臣 冒衰灰光四座臣 不见财官刑杀定 身行旺地贵无论 所以你听他这样说 应该灰光命 就显贵多些 当然都要配合整个局势 那一般灰光命 就移吹祸 譬如说 好像那些冒蜀 火 加上火库 什么一定呢 通常八字 他起火多些 他起火多些 吹祸多些 我们是任臣 任臣就是 臣就是水的冒库 加上任水 所以他行水 金水 他会催旺 他又好些 好了 更衰 这个就是 更衰 更衰 要看回他的特别性格 十干姓程之前有说过 而什么呢 更衰而洗 有时候用少少火都可以 但问题是 他就说 不可以双刻 意思就是 他本身的性格太刚直 有时候你刻下去 而力是不够的话 他可以受伤 你刻他的受伤 所以就是说 这些是不適宜伤他 而且呢 更加少少东西 更衰和更神 如果是女命来说 是很有趣的 有些叫什么 絕枯缸 絕枯缸 对于枯功 就一般 如果你坐一柱 你看回更神 如果更是女命的话 日元的话 他是 你当 如果是他的官杀 不是他那个老公 那就是炳丁火 如果炳丁火 如果他坐下这个日之是神的话 那就是蝎火 这个灰火 所以就是说 老公 对着他来说 就没什么 没什么声气的了 没什么力的 另外 这个就是更衰 衰 衰是务库的务库 那你现在 如果是火 是他那个 呼声的话 等于这个呼声 入雾 结婚也有些问题 那 那当然 还要看他有没有凝聪 看看他有凝聪 如果真的有凝聪的话 可能结成婚 那有些灰光命 就是说 有时候 在男女 婚姻感情方面 都是有些问题 因为有时候性格 太光绩 不懂得哄人 所以 所以 有时候 我估计 Mac都有个问题 是 问有什么性格 怎样去改 没错 这个 大家想想 知道之后 想看是怎样解决 不就是有他 是 就是这样说 你说神杀的东西 已经在你的八字里面 如果一般 一命二运 就很难的 改 唯一你要知道自己的性格 了解之后 如果你真的有心 就在性格方面改 又是说回那一套 又是做善事 加上一些风水的东西 如果你方位 走一些 譬如说你这个地方 形成你这种性格 有时候 有时候 你可能出外 去一去一些地方 再回来 那个运势可能有不同 有时候都会有这些 帮到的方式 尽量在了解自己的性格 下功夫 看看可不可以改 大师傅 我想请教一下 其实灰光这个词 我们很多时候坊间都会听过 有些可能 有些 坊间有些文章 或者有些可能 剧集 或者有些 不知道 网络的媒体的宣染 就说灰光 甚至乎有时候 太厉害了 不是他命硬 那么简单 只是黑夫 黑妻 黑都不重要 黑死他 我想请教 在榴莲上 或者大运上 遇到些什么位置 是那个的刑黑 是会 可能相对地 会更加严重的呢 你看回 灰光有个特性 他下面就是 你见到是不是 神殊神殊 在天干反而多了三个 一个庚 一个阴 一个淫 一个淑 你看回这个 很多时候都是神殊殊 神殊殊 在我们 十二个地支来说 我们这些 就是那些 无腹位来的 神殊丑味 神殊丑味 所以 如果我们 命格 带得太多 神殊丑味 就有些是 孤神寡宿的东西 比较孤僻的 孤僻 就是 刚才 Mac 说 有哪些榴莲 什么运 对他来说 是有 不好的呢 灰光 你知道 等于是 他自己性格 比较光直 他不喜欢听 一些役 意思 或者有些役运 他不喜欢听 都没办法 运的来势 是太空 的话 对他来说 要他屈服 但他又不想屈服 这个就是他敗的地方 通常这些就会冲 迎冲的榴莲 大运 对他们来说 很不利 亦都有这样说 他说 更衰更臣 就怕官显 冲衰任臣 就为财运 这样的 其实一个官 和一个财 就相对 要是 官杀是欺负你的 财是你去欺负的 所以通常这些是伤黑 伤黑 伤黑 举个例子 像你说 冲衰 冲衰的话 如果他伤黑 会怎样呢 譬如你有个 走着一个甲 甲就黑 这个是冲的 这里冲多了一点 这个冲衰的话 甲就黑肚 如果是 如果是 神一离 跟衰又冲 冲型的话 所以 甲神 如果在行甲神 就是榴莲 接下来我们的贵卯 然后下一个榴莲 就是甲神 所以 这个榴莲 又会小心一点 天黑地冲 等于这样说 所以 冲黑它 就会有变化 然后 简单来说 你好像下面的地支 神衰丑味 你再匯埋 这些神衰 可能 衰见神 衰见衰 或者 加上味 衰尾形 之类 这些榴莲 相对会小心一点 还有天干会双黑 譬如说 更黑的甲 甲的天干就变现了 另外 可能见 丙丁火 这些也是双黑的云 所以 就是 小心就是这些 跟它双黑的事 OK 我知道今集 师傅又准备了一个案例 一个例子 让我们更容易了解 多些 师傅不如分享一下 是 好 近日我们最热的国际新闻 除了俄乌打仗 另外就是 英女王逝世 是 没错 他举国 哀悼 那个日子 对于我们玄学来说 我们都有一些可以做参考 当然要看回英女王的八字 其实是英女王的八字 其实是英女王的八字 待会我们再讲一讲 他落葬的东西 这是英女王的八字 这是女名 你看到 丙人年 好像96岁 非常之长命 好 月 任臣 你见到 任臣是灰光 这个是月柱 自己日柱是庚神 所以两个灰光 只是看这个 你都觉得这个 非常之强悍 这个代表他月柱 可能他是父母 那他也不算客夫 他老公是早他少少 所以不可以说 一部通书看到老 你要求他平衡 其实他又不是客夫 但问题 你看到两个神 神神自刑 神醜这些 神衰醜味 我觉得这些 这个就是他的夫公 如果我这样说 你讲一讲 庚神 其实就是绝夫刚 但问题 正常来说 男人走前 女人走后 如果是以前的思想 但问题是 你英女王 菲律申王 那些永远就是 英女王走前几步 他在后面 是的 正常来说 比较少些 尤其是说他那一代的年纪 现在我们那一代年纪 就不同了 没所谓 没所谓 所以你看回 这个名格 有少少体现出来 当然他的夫 就是在旁边 其实他的丁 都是官杀 之前他漂亮在任丙相终 冲走了 去杀流官 这个是清 所以他一枯行到尾 这个是丁 这个是政官 陪着他 但是丁坐下丑 加上神 他本身在这里 他老公是真的没什么力 不如陪着他在旁边 这个很有趣 你说多两句 就是这些神神自刑 加上丑 这些全部的子女云 加上他的阅主 所以他还可以 即是怎么说 在皇室来说 上面是不错的 庚建任 有水去洗 够清 现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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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大家 如果 这一刻 都已经 拿了八字APP 看看自己 到底 八字是什么状况 如果大家有疑问的话 不妨可以在影片资讯栏 找到杨忠于师傅的联络方法 请教一下他 下一集 我又和师傅再讲一下其他话题 好 拜拜